健康是个宝,你要懂得饱 年少做不好,老来才知道 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娄儿姐养生房 我是娄儿姐 今天呢,我要讲的是吃鸡蛋的禁忌 那鸡蛋呀,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十分常见的食材 鸡蛋的功效呢,也是十分丰富的 常常吃鸡蛋呀,对于我们的健康呢,是很有利的 那么吃鸡蛋的禁忌有哪些呢 首先呢,食用鸡蛋呀,不久后且记饮茶 那生活当中啊,有些人在吃完鸡蛋之后会喝茶 其实呢,这对于我们的健康啊,是不利的 长期如此呢,就会导致便秘,有损健康 其次呢,食用鸡蛋不久后,且记服用消炎药 我们知道啊,鸡蛋中呢,含有蛋白质 而当身体发炎时呢,需要多注意对蛋白质的摄入问题 当身体出现炎症时,且记在使用鸡蛋不久后吃药 特别呢,是患有腹泻等肠道疾病的患者 更不易吃,因为呢,鸡蛋中的蛋白质呀,会加重肠道的负担 还有呢,使用鸡蛋后啊,切记立即使用憋肉 那憋肉啊,在吃完以后,鸡蛋之后呢,是不能够吃的 不然呀,就会引起中毒 这呢,也是吃鸡蛋的禁忌之一 要注意哦,那我们呀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呢,可以在评论区下面留言 也可以关注我